好 那我們就要聽各位介紹一下所謂的板塊構造學說 板塊構造學就是板塊 板塊就是延時圈 打開就是延時圈 然後呢 板塊構造學說的基本概念就是 硬的延時圈浮在一個軟軟的軟流圈上面 有個不好的比喻 叫做船浮在水上面 為什麼這個比喻不好 因為軟流圈是不是水 不是 軟流圈不是水 但是我們這樣講比較簡單比較容易理解 有船浮在水上面 軟流圈浮在 對不起 延時圈浮在軟流圈的上面 OK 那這是延時圈我們教過了 延時圈包括哪裡 包括了地殼跟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厚度大概是100公里 從硬球表面往下到100公里的地方 是延時圈 有地殼跟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那麼下面的叫做軟流圈 軟流圈呢 就是從100到300 有沒有課本上寫100到250 隨便啦 可能100多啦 到200300地方 這叫軟流圈 在上面就不管了 板塊構造就不管了 不管了 更下面了 我們就只談上面這兩個 軟流圈跟延時圈 OK 這是構造圖 左邊左下角是以前分的地殼地寒地殼 又大的就把它講一下 上面那個最上面比較深的灰色呢 叫做地殼 大陸地殼跟海洋地殼 底下個比較淺的灰色叫做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在上面的橘色會叫做所謂的軟流圈 軟流圈 OK 這是這個狀況 畫一個圖畫也是一樣 畫法不一樣的表達意思是一樣 延時圈有地殼跟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下面有一個軟流圈 軟流圈也沒有很大 就200公里左右 讓你看可以調在這邊 瞭解它狀況 它跟那個地殼地寒的關係看一下 知道它什麼樣的關係 OK 好 那麼這個 延時圈列成很多塊 每一塊就是一個板塊 所以板塊就是延時圈 延時圈就是板塊 這句話學測也考過 延時圈就是板塊 板塊就是延時圈 這句話學測也考過 然後是七大板塊跟幾個小板塊 OK 七大 然後最大一塊是太平洋 很少人問這件事情 幾乎沒有能問這件事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最大一塊是太平洋板塊 板塊上面通常是既有陸地又有海洋 那如果只有海洋 就稱之為海板塊 什麼海板塊 OK 好 七大板塊 整個 不用背 不用背 國中不用背 我女兒小學的時候 七個都寫過 國中基本上沒有 國中基本上只教兩大一小 國中基本上只教兩大一小 兩大就是歐亞跟印澳 一小就是那個菲律賓海板塊 我們國中只教兩大一小而已 OK 好 其他看看就好 七大一塊是太平洋 好 這七大板塊 這是我用的 脆皮巧克力雪糕模型 我請來給你解釋板塊構造學說 就是那個甜筒 脆皮巧克力雪糕 雪糕的甜筒 撕開上面 會有一層硬硬的巧克力 底下有一個軟軟的冰淇淋 然後呢 餅乾鍋就不要理它了 板塊鍋要整個不管 硬硬的巧克力就叫做 岩石圈 軟軟的冰淇淋就叫做 軟硬圈 不一樣地方是軟硬圈是熱的 冰淇淋是冷的 OK 然後你打開那個甜筒的時候 那個巧克力通常不會一整塊 會裂成很多塊 每一塊就是一個板塊 這就是板塊工照學做 這就是板塊工照學做的意思 OK 這件事是你要回家自己比較會做的事情 這件事是你回家要自己會做的事情 請你用 請你用 板塊構照學說 解釋大陸飄移 解釋海底擴張 我們說 有個地寒 有個地寒 會熱對流上升 地寒會熱對流上升 然後呢 上升的時候就冒出來就升成什麼 升成了中央頸 就升成中央頸 地寒對流上升 升成中央頸頸 長出新的海洋地殼 地寒對流下降 就升成什麼 海溝 老地殼以末 消失 因為是對流 所以就這樣分開 哦 原來不是所謂的新地殼 把老地殼推開 是你的對流 都是分開的 向兩邊流的嘛 船浮在水上面 水在動 所以船就跟著一起動 所以下面的對寒對流 是向兩邊流的 所以就把它向兩邊 大 不是所謂的新地殼 把老地殼推開 是它本來就會向兩邊 分開來的 這來解釋所謂的 海底擴張 然後剛剛跟你講說 水在動 船就動對不對 上面是板塊對不對 所以板塊就跟著動嘛 那板塊上面既有 陸地又有海洋 所以板塊就是什麼動 陸地動 陸地是什麼東西 大陸 飄移 啊 解釋了大陸飄移 所以 他就解釋了為什麼會大陸飄移 也解決了韋格納的問題 為什麼大陸會飄移 地寒熱隊友 因為地寒熱隊友 帶動他 軟油圈帶動岩石圈來動 所以會有大陸飄移 這就是你回家要學會做的事情 這是你回家要學會做的事情 請你用板塊構造學說 去解釋大陸飄移 解釋台語擴張 這是你要會的事情 OK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